四季伙问卡靠拜着我在桌子上头 放满着澎湃共评 过了七月份四季伙训得冠雷 古板中原普董 其中贵新疗也随同就坐坐 议员到原港来港测上映 祈求平安顺利 主要我都说 兵上映 一上映 再上映 三上映 说好祝国文 一上映 其中贵新疗表述说 最近台湾民饮到这来哟到多烦 今天拜美国众议员 已经陪洛西访问台湾后 中国随后就对台湾进行 到这却派和会堂的试试 现在就是让台湾民饮 是缺点安全感 对中国是没得来信任 希望香港的领导人 可以来做到沟通 共同路里 让民众有感受 可以负荷大家 对着両方和平的期待 这是预讳的主题 是祈求 国泰民安 最近两岸的关系是有点惨张 那我也希望呢 就这个机会 呼吁 领备的领导人 方便能够呢 以海巡的 生命财产为考量 和潜力之下 相互的均动 不要刻意的去提起 任何地方 任何地方 有任何 巴士充足的机会 所以今天 我们也希望 终于 五分以后 只能达到领安 另外一中也说 今年是三年 这一年 不变得应该的一些企业 的地方 的风险是这么多 这也就是 新的社会的这个 不平均 过信仰的希望 借由到普渡 祈安的机会 祈求到台湾 顺利度过得这些科研 继续修 好民主给大家 两天是门单一想 一回彩虹不得